CAMILA CABELL的最新專輯 CXOXO 今天要來開箱這張專輯 那這張專輯也是她的第四張專輯 這張專輯的評價 褒貶不一 因為這是她轉換新冬架後的第一張專輯 也是她正在尋求轉型的一張專輯 四洋女歌手總是這樣 轉型的過程當中常常就是會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 然後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幹嘛的狀況 所以這張專輯的評價就是有的人喜歡有的人不喜歡 等一下我們再來好好的討論一下她 到底這張專輯跟以前有什麼差別 我們就先來開箱她 這張專輯是官網的特殊限定版本 然後她背面長這個樣子 這邊有個專輯的LOGO CXOXO 好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她 好的 打開封膜了 這張專輯的封面其實有點叛逆 叛逆小女孩吃一個有色素的棒棒糖這樣子 因為她以前的專輯封面其實就已經有非常大的差別了 但有的人覺得很醜 有的人覺得還蠻有藝術 可能就很真實很real的感覺 那我個人是覺得還行啦 沒有到我不喜歡 那我喜歡她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喜歡藍色 好 就這樣 背面剛剛已經講過就這樣簡單 打開她 來 登登 對 就是一個 壞女孩 是嗎 戴頭套的壞女孩 這樣子 然後裡面的話 她是有一張官網限定的親筆簽名的卡 背面有印到 可能歌手簽的時候就是一次簽很多張 所以有點印到後面的 然後就是一張簽名卡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彩招 來打開一看 這樣子 Kamila Cabell她的專輯的標準字 後面就是CXOXO 開口在這邊 官網的部分是粉紅色的版本 上面也有少少的照片啦 對面的照片 好 總之這就是官網限定的粉紅色 我今天也特地穿了一個粉紅色的衣服 想要跟她搭配一下 對 我沒有很用心 然後裡面其實沒有任何的 就是你知道連沒有歌詞沒有關係 它連專輯的CRADI都沒有 就是什麼作詞作曲人 都沒有耶 它裡面就這樣子 對 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彩膠的封套 上面就只有這樣子的名字 專輯名稱 跟剛剛這個簽名卡 就這樣子 沒了 好 這樣就看上去這樣子 我們來簡單的講講這張專輯 其實卡蜜拉本來就是一個 蠻有話題性的人物 因為她過往有一些黑歷史 因為她的走紅就會翻出來 比如說她有一些 種族歧視的一些言論啊 什麼的 就音樂來講 過往她在上一個 唱片公司索尼的時候 唱片公司給她的定義就是 比較公主感覺 比較浪漫小女生 期待愛情 哈瓦那情人的樣子 所以她的專輯呢 包含歌曲 或者是整個視覺 都有一種拉丁小公主的樣子 但很顯然 跟她被挖出來那些黑歷史 有一點不同 因為她明明骨子裡 就是一個很有想法 甚至是叛逆的女孩 可能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讓歌迷們 對她的形象 跟她的私底下 有點覺得差太多 所以這也是她後來 可能身世不如以往的原因之一 因為我個人就是 就是聽音樂為主 其實我一直覺得她的作品 她的歌曲不差 但就是形象沒有那麼的好 就是了啦 這張專輯 她把她真實的一面呈現出來 她放棄了那一些 以前公主感 浪漫的樣子 她像是用一個 非常自我 非常real 的樣子 我覺得好處就是 她至少展現出她一點點的個性 對變成她的一個風格也好 可能因為這張也是專型的專輯 她也正在試著 在她的專型專輯當中 去找尋更適合自己的曲風 所以這張專輯我只能說 不會是一張非常非常 讓人為之一亮驚豔的大作品 但是我覺得 順順的聽 她其實不是一張難聽的作品 就是大家如果閒下之欲 也可以去聽聽看這張專輯 但我個人就是還蠻喜歡 她慢慢的走出自己 找到自己的定位 找出她自己想要真的嘗試的風格 今天就推薦這張專輯給大家 配上穿扭平台聽這張專輯 也叫做CXOXO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囉 下次見 掰掰